我先說藝術家是什麼,在我的定義裡面是 Person whose creative work shows sensitivity and imagination 就是一個人他的創造的工作 他顯示出來他的敏感的程度跟他想像的能力 你有沒有曾經感受過微風輕輕,不是颱風的風 微風輕輕吹過我們外面那個紅磚牆 那是什麼感覺? 你有沒有想像過陽光射到地上會彈起來的感覺? 所以你要做一個藝術家 你必須要有非常非常的敏銳跟想像的能力 光當然不會彈起來 可是光你想想看球丟在地上它會彈起來 光為什麼不彈起來? 光彈起來是什麼感覺? 當你開始想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去突破了 因為它就超越了你平常活的那個空間 這位作家的作品他叫做Netcon Netcon是一個,嚴格來說他是一位雕塑家 這就是他的作品 可是他的作品很少是小小的都好大 這是一棟房子的一部分 他在那個房子的外頭做了一個 牆的外面再做一道牆 這是瑞士國家科學館的外牆 看起來像破浪的東西是風輕輕的吹過那個牆的時候 那個牆上面掉著的很薄很薄的鋁片會動 但是因為風吹過的點不一樣 所以它吹過的時候有的會吹出來有的會凹進去 所以你就看到那房子好像是一個軟趴趴的東西這樣在動 所以上面有雲被風吹動的時候 它會動,它也會動 可是雲動的時候 陽光下來的地方又不一樣 那個鋁片又不一樣 所以整棟房子好像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建築界稱它為媒體建築 就是media architecture 這位藝術家是跟建築師一起合作 把那個房子的外牆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變成是一個不一樣的雜像 科學跟藝術的匯流是一直讓我非常著迷的 在我的事業裡頭一直非常著迷的東西 過去的20年我曾經發展一種作品 它是被大器物理、地理跟天文學 還有流動這樣流動的這種流動的現象去結合起來的作品 它說我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創造一種藝術品 那個藝術品是能夠讓觀察的人去跟這個作品互動 而且因為跟這個作品互動 它是跟自然在互動 這是一個停車場 它在停車場上面掛了一些薄薄的鋁板 看起來就是一個裝飾 你看看這個在牆上開始 你看到陽光在彈跳 很像下雨 這個就是那個瑞士的科學館 這個是入口的牆 這個牆好像有一個風正在掃破 所以它看起來像海浪 這個是完全沒有用到電力的數位 什麼叫做數位 因為它就是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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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麼大 所以它每一片自己運動 所以它就是變成digitized 就是一個數位的概念 它利用這個數位變成是很大的面的時候 每一片的運動不一樣 而且它的運動都不是來自電力 都是來自於自然的力量 為什麼它的動作會比較大 懂得建築的人一定知道 當陽光曬到一個表面 它的這個表面跟建築物的表面 建築物的表面沒有直接曬到陽光 外面比較熱 裡面比較冷 它在中間會產生一個對流 那個對流的風又會造成外面吹過來的風 跟裡頭的這個外面跟裡面中間的對流 它又產生了一個亂流 那個亂流事實上又會造成那個鋁片的運動 又變成更有趣 這個是一個兒童博物館 它蓋在一個薄薄的水池的上面 這個藝術品的功能是它可以變成遮陽的一部分 因為它把這個房子的表面至少遮掉了四分之一 所以陽光沒有辦法實射進去 所以每一個圓片跟這個建築物上面的這個圓點 它又會隨著時間的變化 它又會產生互動 這個是一個雲 建築物跟雲之間的互動 這個上面不是鋁板 這個上面是白色半透明的塑膠片 所以雲直接就反射在這裡 雲跟風直接就在這裡互動 天上的雲 這個陸地上的風 開始互動的時候產生了顏色 因為它是一個白色的板 所以它開始產生很大很大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那些塑膠板 在裡頭看你就覺得它很輕 這是到了晚上 它在天上的這邊 用一些白天聚集起來的這些電池 開始打光 這個就是那個瑞士的科學館 叫做Technorama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這個到底是科學呢?當然是科學 還是藝術呢?當然是藝術 人最寶貴的一種經驗 就是體驗到神秘 因為只有那種神秘才會驅動你去科學裡頭找證據 在藝術裡面找表達 像這張照片我非常喜歡 是在裡頭有一個讓小孩子去玩的一個地方 就是要告訴大家靜電是什麼 這個就是讓大家印象深刻 所以我一直說我們的博物館的設計 會不會跟藝術有關係 當然可以 就是說科學我們追尋的是真實 藝術我們追尋的是榮譽 你覺得好像不成熟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就是你給你自己思想的一個榮譽 你必須要讓它被鼓勵 你的思想也必須要被鼓勵 當你鼓勵了你的思想 勇於地把它表達出來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會思想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我們過去的教育 懲罰做錯的人 所以你就會開始變得什麼事情都很怕 什麼事情都不敢表達 戈德告訴我們 藝術跟科學之外 必須還有耐心 最後又滿閃了一句話 他說宗教也好 藝術也好 科學也好 都是同一棵樹的不同的枝子 最後的目的就是要人得到自由 為什麼你可以自由 因為你可以思想 與地互動的藝術 藝術家思考需要科學的支撐 你不能完全沒有科學 你覺得科學跟我無關 我是搞藝術的 錯了 藝術跟科學是同一個地方 它最終的源頭叫做生命 創作在敏銳跟想像中孕育 就是我剛剛說的 artist需要 sensitivity跟 imagination 就是你必須要在非常敏銳 跟具有想像力的能力中去孕育你的創作 自然是創作的泉源 不要小看自然 我們因為一直小看自然 所以自然現在也顯示出一些生病的樣子 有的媒體喜歡說大自然反撲 我一直不覺得反撲這個字是好的 大自然是受傷 所以大自然就是大地 這個大地很像是我們的母親 沒有一個母親在她的小孩亂整的時候 她會想要反撲一拳打回去 大概很少有這種媽媽 偶爾有 但是實在是少見 所以你說反撲是不對的 其實她受傷了她垮掉了 所以你看她整個山這樣垮下來 你看她整個水淹起來 很像就是她受傷 你必須要去感受到這種自然 現在是這個樣子 我們從受傷的自然可不可以有作品 我們從美麗的自然可不可以有作品 我們從想像中的這個天跟地之間可不可以有作品 當然都可以有